如果34岁 44岁 这种击打和这种强度 会不会带来后遗症 可能对我们职业拳击手来说 最大的就是帕金森综合症 虽然击击率很低 十万人中间只有一个 但是美国的重量级拳王阿里 就是在十万人中不幸的一人 他在他的职业拳击生涯中 挨了接近两万九千多次重击 击打在脑部 所以说在四十多岁的时候 他就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 他后半身沉重病痛的折磨 他生活不能治理 手一直在颤抖 可能你们有人可能会看到 曾经在美国的奥运会阿里 已经是得了帕金森综合症的时候 拿着奥运火炬 颤抖着 只有这么远的距离 但是他颤抖了几分钟 才能把这个圣火点燃 当然还有中国拳王周世民 他也留下了他儿子的气带 来预防帕金森综合症 当然这只是一种 在拳台上 被他扫养